香港政府1月30日启动为期一个月的 《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 1997年颁布的《香港基本法》当中的第23条 要求香港政府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但港府在之后的26年中一直未能完成这项立法 因为受到香港社会的强烈抵制 那么如今的港府为何要给23条立法猛踩油门 官方公布的咨询文件显示 这次立法针对五大类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还建议新增叛乱 境外干预等罪名 这样的法律一旦颁布将对香港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香港荣修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先生 以及香港时事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 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请教刘孟雄先生 外界普遍认为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 北京对香港的控制已经很严密了 国安法实施三年定罪率百分之百 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寒蝉效应 那为什么港府有了国安法傍身之后 还要猛推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孤立的单独的去看港府推出23条立法这个事情 事实上第一从这个大悲剧来讲 我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刚 香港的一国两制当称是募刚举这募章 而刚毁了这募废 所以这次香港23条的立法是在近年来 中国内地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 对这个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开历史倒车的现象 这个大背景底下来去进行的 另外就以对港政策而言 这个现在23条立法我们也不可以孤立来看 因为在这个近这个将近十年来 首先来讲呢 就那个在2014年6月10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提出了 这个基本法和中印的声明所没有的 就是说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 跟着当年的831决定 事实上也把基本法45条、68条规定了 这个双普选与各自 然后来讲呢 更有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这一年三在这个单方面声称 中印的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 然后一直到了最近里头这几年 就北京推出了港区国安法 它是由人大常委会来制定 而不是香港那个自行立法 然后再来就人大常委会就推出了 所谓这个完善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 所以我们从这些背景 大背景来看呢 就是说这个23条 现在推出来 进行立法就不是偶然的 不是孤立的 它是一个时期以来 对香港的一左二载 那个政策里头的继续 其实我要分开来讲 从目标公益来讲呢 我们作为香港的中国人 本身唯物国家安全 当然义不容辞 有国家就有国家安全 所以唯物国家安全是天经地义的 问题是说 由于我们是实行一国两制 正如这个著名爱国商人 前全国称协副主席 安子介生前所讲 就是说港人治港 最终要是港罚治港 那么好了 你现在在社会主义 这个法律体制底下 对这个国家安全的若干罪名 它的罪与非罪啊 它的标准 它的认定啊 跟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头的 对国家安全的 某些罪名的罪与非罪的认定和标准 确实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十多年前 刘晓波 那个作为诺贝尔的和平奖 他那个起草零八宪章 就被说是在内地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判了他十亿年徒刑 但是香港的舆论普遍认为 刘晓波的零八宪章 只不过是香港的 明报啊信报 这些观点版论坛版的 那些正常的政论文章而已 在香港就是属于言论自由 根本就不算是罪 又比如说两年前 就是说2022年10月13号 有那个抗议者在北京四通桥 拉出两副横额 来讲了就矛头指向国家领导人 结果就被公安机关抓起来 但是在美国这些资本主义的制度底下 那个包括华盛顿邮报啊 纽约时报这些 每时每日对拜登总统也好 或者是前任的特朗普总统 怎么讽刺怎么去批评啊 人家也是觉得是个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不会说去抓人 所以就是说由于这个缘故 香港人就很怕在一系列 一左二载的政策的底下 如果这次23条的立法 没有去区分两制的差异 而是把内地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对国家安全的罪名的 这个罪与非罪的认定 征搬硬套套来香港呢 那么就把香港国际基金中心的自由和法治的基石 完全摧毁 香港真的要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 甚至是废墟了 谢谢 是 非常感谢刘先生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23条立法的一个整体的背景 北京如何通过法律 一条一条的法律来逐步的压缩香港的这个自由空间 那一直走到现在23条立法 会对香港的这个自由啊 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固有的制度 产生多大的威胁 那么这种魔鬼往往是藏在细节当中 我们来看这个23条立法咨询文件啊 可以看出这部法律试图对五大类 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做出界定 但是有批评人士认为 这些界定还是非常的模糊 有很多的灰色地带 而且是故意为之的 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呢 刚才刘先生讲的非常体系 所以我现在也许时间不多要精简一段 但是我一定要从历史来说来看的 因为现在我们好像觉得这个23条全媒了 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香港的影响很大 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这个23条 其实在现在这个时期 这个气氛底下 而且现在现在香港的环境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要看的话 就从历史看起来 基本法是什么时候制定的 1988年起草委员会公布这个草案 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 然后1990年4月4日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杨商坤主席正式颁布香港基本法 那个时候的基本法已经有23条 我们看一下那个23条的条文 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释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跟香港特区里面的团体 进行那个政治性的组织 那个建立联系 你看这个文件里面 讲的都是不是很模糊 就是如果23条立法的话 香港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说97年主权移教以后 他也是非常的犹豫 一直没有立法 但是问题是90年 1999年 那个已经超过30年前 那个时候六四的天然门屠杀是过了不够一年 不够一年 全世界的西方的国家 英国政府 美国政府 他们都袖手旁观 对不对 所以这个埋藏的炸弹 已经埋藏了30多年 然后我们就看 这个基本法里面的 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 没鬼就在细节里面 那个基本法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接受 我们还在国际退届 很多香港人跟很多外面的投资者 都觉得非常的安稳 但是你看它有一个附建杉 附建杉是什么东西 就是国旗国会国各这些东西 全国性的法律 在附建杉里面就可以实行 但是2020年 颁布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 竟然就放在那个附建杉里面 对不对 附建杉本来我们就说全国性的法律 法律不可以在香港执行的 但是如果说比方说国籍 国会国籍国各这些东西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应该在香港退行 但是你的附建杉里面就改动了很多 根本不是一国两制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地位 从2020年开始 已经做了很 反正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香港对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 对于香港人跟外国人的那些所有的交流 里面的敏感里面的严格 已经超过了内地 超过了内地 而且我们知道2019年 香港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对香港的那个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得很厉害 所以我说2020年的这个国安法又一次 是中国政府违反了这个一国两制承诺 把塞进他们的试货 对不对 一次又一次在附建杉里面动手脚 所以现在这个23条 其实你从理性来讨论的话 明明基本法里面就有 为什么20几年不立法 这个讲不通的 对不对 问题是现在在立这个法 也不会改变香港的现状 因为香港现在的反对的声音 不是在外面 就是在监狱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投资者 他在所有的外面的对香港的信心 已经在2020年开始动扰得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23条的立法 就是一种形式而已 对香港的改变已经不到 就好像一个死了的人 你保证他不会复活 但他本来已经死了 就这么简单 刘孟雄先生 您是否认同刚才潘东凯先生说的 这个23条立法 其实也不会对香港 有进一步的改变了 而且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看到 就是说这个立法当中 还有一些新增的罪行 比如说叛乱 参加或者支援境外情报组织 或者是接受境外情报组织的利益 还有境外干预等等 所以刘先生 您觉得这些新增的罪行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有可能会彻底的切断香港和外界的联系呢 我觉得在1922宅的思维底下 为了巩固这个政权的安全 不是一切代价 引起了牺牲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呢 也成为这个牺牲的代价之一 很重要一条就是说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是讲求目标公益跟程序公益的 比较无极同意 所以在那个就23条立法的问题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香港基本法第18条规定 就是说除非人大常委会 顺布香港出于紧急状态 或者顺布香港出于战争状态 就可以把某些信用的全国性法律 这个放到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立法来实施 但是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 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宣布过 香港出于战争状态 或者紧急状态 而结果呢 就把这个港区国安法 放到基本法附件三 但是人家有疑惑啊 既然你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法 那就不是全国性的法律 是地区性的法律 而基本法附件三 是国旗法 国歌法 国徽法 这些传统性法律 装载的载体吗 你怎么把那个港区国安法 这个法律 又放到基本法附件三呢 所以就在前年7月27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曾经公开声明 指责港区国安法 概念含糊 这个程序不公 我想他做出这个结论呢 有他的理由 我们不妨多方面去思考 谢谢 那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刘先生啊 就是现在外界关注比较多的 就是说这个第二三条立法 增加了境外干预 这样的一个罪名 您觉得为什么要格外的增加 这样的一个罪名呢 是不是有可能会让香港变成一个孤岛 因为这个香港本身来影了就在过去一百多年了 是在跟这个国际社会有着这个密切不可分的联系 正是由于接种历史的地位和作用 所以1949年10月 毛泽东周恩来才下令陈庚兵团 不要逼近深圳河 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所以呢这个邓小平才在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 要实行一国两制 而不是一国一制 好了 但是现在来讲呢 你现在在这个23条的立法这个方面呢 因为他的资讯文件强调 我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因此呢 对国家安全的标准呢 也应该是统一的 这种讲法里头呢 完全跟一国两制 尤其是基本法第五条所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50年不变 那么你一对照来讲呢 就是说现在港府啊 他的这个资讯文件里头呢 本身就违反了基本法的第五条的相关的规定 也违背了这个邓小平 他一国两制的初衷 所以我觉得来讲呢 就刚才潘先生说一个死人不能复活 我不妨把它更形象地讲 就是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啊 在国际社会和很多香港市民看来 已经是会变为一国一制 所以呢一国两制已经是死亡了 只不过是说棺材上是五颗钉 还是六颗钉的问题 现在加上这个23条立法 无非就是说在香港一国两制死亡的棺材里头 加多一口钉而已嘛 是两位都认为这不过是这个香港一国两制 在棺材上再加一颗钉啊 刚才潘东西凯先生您也说到 就是说在现在香港内部反抗的声音 要不然就是在监狱里面 要不然就是在境外 那么外界讨论的对于这个第23条立法 讨论的比较多的 恰恰是它这个预外适用性的问题 您觉得第23条立法 是不是有可能会让香港境外的这些声援团体 也面临威胁呢 潘先生 我觉得在境外在境内都是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这个就可以解释 其实刚才介绍啊 比方说金融方面 其实我以前不是做政治分析跟文化研究 以前我三十几年都是做金融投资的 所以这个方面我可以讲一些 就是说现在的我们以前的行家 很多的基金啊 很多的银行啊 他们都非常的小心 在香港呢 其实他们的办事处都准备撤退 因为在香港的话 你这个红线会线不清楚 在这个23条立法以后 其实在香港无意中 比方说我要分析大陆的房地产 大陆的股市啊 都可以违反 这个23条都可以说是有意的国家安全的考虑 所以呢 就说你不是政治人物的话 你是金融的人物 你都可以很容易有这个危机去进了监狱的 但是现在我还要再讲一下 大家其实对中共要公平一点 1990年公布的国安法 刚才我念的 我再念一次最后一句话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那这个是1990年半部的基本法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是1990年的4月 距离这个六四事件不够一年 当时我们国际的社会 美国 英国 欧盟所有的国家 他们都不知道有没有欧盟啊 就是说没有人觉得这个是问题 但是如果在23条里面写进去的 你可以30几年40年不立法吗 这个讲不通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要检讨的话 我们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认识太少了 不了解它 就好像主观上 往良好的愿望那边想 其实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所有人都有责任 那个时候我们是有机会 可以给中共一点的压力 可以对这个 因为1990年距离香港的主权 那个移交还有七年的时间 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香港 对跟大陆的关系 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大陆的改革开放 本来我们有这个机会 但是现在你怎么说的话 都讲不通了 因为现在香港 如果他们一定要推23条的话 别的东西都不管的话 香港的地位 就是比国内的 那个23城市都不如 因为你在郑州 在昆明 在安徽的那个什么合肥 都没有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 也没有基本法的23条 所以在对香港的操控 比在内地的城市还要严格 所以在香港的话 所有的人触犯这个基本法 里面23条跟国安法的那个危机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红线在哪里 没错 我想进一步来请教潘先生 因为刚才您也是对历史进行了很多的反思 确实在某一个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对于北京想要在香港做什么 可能是没有那么敏感 但是从2019年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自由 各方面的问题 其实有了更多的关注 包括从这个国安法颁布之后 也有像这个很多的人权组织 国际团体在为香港发声 但是这些国际关注 为什么也没有能够阻止 北京去进一步的推这个23条的立法 您现在觉得这种国际关注 对于香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国际关注呢 都是有一种的考量 那个考量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推23条 如果真的要无法的 就放在那个附件上里面推行 把香港变成这个形态的话 对香港的投资的那个市场 有很大的打击 那个对中共有很大的损害 这样子的话 就是广东话所会的 大家明白2019年 那些抗争的人士 他们强调的就是难吵 对不对 他就说难吵的话 我吵你也吵 大家都进那个地狱了 但是问题是 他就觉得无所谓啊 因为习近平的那个理念 就是说 香港的金融地位 如果不保的话 如果香港再没有反对的声音 我们都可以接受 所以国际的社会 就对这个考量呢 就完成是那个预算 是 但是国际社会 他真的跟你难吵 您请继续 潘先生 没有 我就说 他真的跟你难吵 那你有什么对策呢 你没有对策 是 所以现在国际社会 做出的一个反应 可能就是不断地把这个资本 和一些人才 从香港带出来 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 第23条立法会 进一步地恶化香港的 营商环境 打击香港经济 但是我们也看到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国安立法会带来社会稳定 而稳定带来经济发展 刘某雄先生 您觉得李家超代表的 是不是一种中共患有的治理理念 那香港过去的经历 有没有证明哪种理念是对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国安法实行三年半以来 我们看到香港的自由 法治 进行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 国际航运 房地产市 股市 政府财政储备 国际评级 这个十样指标 全部都是向下沉沦的 而不是向上提升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李家超政府常常鼓吹 要讲好香港故事 唱好香港故事 而我去年7月4号 在新加坡 联带早报发表文章的标题 就是说 香港故事 做好才能讲好 所以23条立法 我们说 维吾国家安全 要和维吾香港人 基本法赋予的 民主自由权利 取得平衡 维吾国家安全 要和维吾香港的国际 金融贸易行业中心 之间取得平衡 唯有这个 才可以保持香港的 图特的优势和地位 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 发挥它图特的作用 如果里头我们这个想到 人家这个大英帝国 一百多年前 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跟伦敦是当时 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分不开 一百年来 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跟纽约是世界规模 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分不开 所以我们对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 应该要真实 要爱护 不能够用一左二载的思维 思维把它伪掉 这样就会犯 颠覆性的历史错误 谢谢 那潘东凯先生 您觉得北京是根本就 听不懂像刚才 刘鹏雄先生说的这种思维 北京根本就不懂香港 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原因 还是说北京心里明白 他们明知道这样会杀死 一只下金蛋的鹅也必须这么做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 我看了很多主要的官员 他们都是明白的 但是政治局的常委跟最高的领导 他们有点明白有点不明白 但是问题是我做一个补充吧 这个补充就是说2020年刚公布 这个香港的国安法的时候 特区的主要官员又童华 他是讲得很漂亮 他说香港的IPO还是在世界 投五名投三名这样子 很厉害 但是这个是历史的数据 因为2019年以前 香港的政治生态还没有改变 到现在香港已经落后 在印度的后面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个为了什么原因呢 他们说这个怎么疫情 疫情不是解放了很久了吗 也没用了 对不对 我再给你们一个数据 在香港的尖沙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香港 香港的尖沙嘴的广东道 这个最繁华的地方 有一个商铺 本来是一个美国公司的 这个名牌的时装 他每一个月的租金 是700万港币 现在换了另外一个商店 是卖零食的 从以前的market的市值的租金 700万 现在变成什么 不是200万 不是100万 是20万 就是这个 这个就反映到香港的 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力 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跟这个疫情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也没有23条 这个就是国安法 跟香港的政治生态的改变 就是香港那些所谓的 和理费的和平的反对声音 都不是在监狱 就在海外流亡 所以这个东西 是习近平 我觉得跟政治制常委 他们是清清楚楚 看到这个现状 现在你请右童话来讲 他们没办法解 就是没办法解话了 没办法去打完墙了 对不对 问题是 现在已经南朝成功了 我们有一位叫做 张的YouTube的网友 给我们留言说 百年前南方有个小渔村 在英国的治理下 成了国际大港东方明珠 亚洲金融中心耀眼于全世界 百年后在中国领导下 又回到了一个小渔村 默默地躺在南方 无人闻问 除了镇压还是镇压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Jack Liu的YouTube网友留言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 蛮令人唏嘘的 香港能成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 是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没有司法独立 一切无从谈起 那还有一位网友 很有意思 他叫Siri 他给我们留言说 老毛对内文革 也没有去动香港 老毛很清楚 香港是输血管 习近平到底是无知 还是自信 那这个问题 我也想来请教一下 刘孟雄先生 就是北京现在好像反映的是 一种既要又要的想法 就是既要香港 在经济上国际化 因为北京需要利用香港的这种国际化 又要香港在政治上减少国际化 这是不是本身 其实就是一种 不可能实现的妄念 那我想进一步来谈谈香港这些年的变化 港府在2002年的时候启动过第23条立法程序 但当时香港有50万人上级抗议 就是03年的这个七一大游行 那这种反抗也迫使当时的特首董建华 搁置了立法草案 为什么李家超现在觉得他可以重推这项立法了呢 刘孟雄先生您觉得经过这些年 香港社会是不是已经确实是无法形成反抗的力量了 因为你看这个三年半 这个港区国安法实行以来 香港就没有了以前那种游行示威的场景了 而且里头很多讲真话的人 被关进了楼房或者是跑到了海外 我算是在香港缩果仅存吧 那么变成了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压力团体 也没有什么纪照 立法会、区议会都是七一式 属于一切权力对苏维埃的格局 所以他们那种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就认为根本不会形成反对的太大的声浪 这是他们对形式的估计 但是这个样子呢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自由和法治的根基被这个釜底抽薪了 那么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是有利或者有害呢 那么请这个北京啊 港府啊他们去变高枕头去想想吧 刘先生您现在生活在香港啊 您感受到香港社会现在 还有没有过去的那种反抗的心气的呢 香港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被驯服的香港了呢 在您看来 很简单嘛 我过去这些年里头了 在香港的东方日报啊 明报啊 新报啊 文汇报啊 写过大概是三千多篇的专栏文章嘛 结果现在这两年来里头呢 基本上都不能在香港发表我的评论 结果就只好跑去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 最近这一年多 18篇评论都是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 在香港发去某个报章 三分钟之后他就说刘博士啊 最近我们本报搞太极勇了 苏南安排 可见我们香港已经是这个 这个纪约寒蝉了 所以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那些人的空间 大大压缩了 公民社会也被打了七零八落了 所以跟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这个标准来看 跟那个97回归之前 或者是2019年之前的 那个香港来对比啊 正如一位前立法会议员说 香港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香港 讲起来真是这个痛心疾首啊 我们有一位叫做Chidog2023的 X网友也这么认为啊 他给我们留言说 李家超只是中共任命的傀儡 不是香港民选的特首 接下来香港内地化 内地新疆化的这个趋势 已经很明显了 香港这个历经百年的东方明珠 已经陨落 潘东凯先生啊 您觉得这个百年东方明珠 是否真的已经陨落了呢 我们不说这个现实的能力啊 就是说这个香港经过了这么多年 他的精气神有没有被打散了 在您看来 我觉得香港的这个 以前的那个 那个那个政治生态 早已不存在 不存在是2019年开始 2020年的那个国安法的颁布 已经很明显 所以呢刚才我们 我们其实我跟刘先生 都是重复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道理 但是我要提出一点 就是说2003年的那个 那个要23条立法 香港有50万人游行 和平的游行 那个时候 后来他们就不退国安法 还使到那个特首 董建华提早 因为所谓的脚痛了下台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跟当时的中央政府的处理的手法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从那个江泽民跟朱镕基一直改到那个胡温 他们都保持一种对香港的某种态度 这个在习近平现在这个 这个终身的国家主席的统治上 跟以前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不一样的 但是香港人并没有改变 2019年还有100万200万 超过200万人 有这个6月到8月 有这个和平的游行 就是香港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但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不一样 对不对 他的态度不一样的话 就造成现在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刘先生讲得很对 现在这个不是固立香港的问题 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主席 他个人的这个用他的权利的一种的政策 这个如果习近平不改变 或者是习近平还在位的话 我看我们无论重复以前的任何的手段 无论是民间 投资界 外面的国家 都没办法改变现在香港的现状 好的 非常感谢刘孟雄先生和潘东凯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